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是冷链的一个传感器 它里面其实类似电池 同时它又是NFC的 然后大家看到这上面 它支持三个传感器 第一是温度 温度比如说冷链的地方我们肯定很需要这个温度 第二是湿度 那有些产品它对湿度本来就敏感了 我举个例子 像我们看到IC的晶圆 它是湿敏的 湿度非常敏感的 第三个就是加速度 那比如易碎物品的运输过程中 你得知道它是不是发生了急杀这种事件 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传感器会加入 后面比如说光照 比如说陀螺仪 甚至其他的一些高度 维度之类的 对各种各样的传感器加入 那这个产品其实我们已经在量产了 那么在这时候呢就是NFC大家看到 毕竟是一个近距离的一个应用 其实我们是寄信万鱼 它能用在不同的场合 所以我们在ACTIV这块有比较清晰的 roadmap 比如说我们下一代 大概在2019年的Q1的时候 我们会推出一块基于蓝牙的这块 就同样的 蓝牙的温度 湿度 加速度 甚至其他一些传感器都有 那其实这个层面呢 其实就是把传感器和我们刚刚说的Connection 这两个部分就把它结合起来 以去适应不同的场景 是 那么当然还有Sub-EG 刚刚讲的Sub-EG 为什么Sub-EG啊 Sub-EG其实很重要 因为像比如说Sub-EG在900兆的时候 如果你架一个RED 架一个基站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的覆盖面积可以达到10公里 甚至更远的地方 那么这是一个LPLAN的地方 就是低功耗的LAN 那么其实我们还有LP1的这个产品 那其实这一块呢由于当然了 5G这个技术其实从去年到今年开始 一直在慢慢的在成长 那么在真正在NBROT以及EMT 它会第一标准也在慢慢的成熟 同时呢在整个行业里面 就包括运营商 他们在部署也是有一定的这个时间点 所以这个其实我们一直讨论的一个策略 就是说配套的技术呢 会有很多的不同的这个方向和维度 然后全世界的各个不同的技术团队 在不同方向都在往前推进 那我们需要做的呢 其实就是跟紧这样的一个趋势和步骤 对吧 然后呢在适当的时候 根据客户 或者根据我们这些企业用户的需求 来推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对 那么这块呢 其实大家看到就是 5G在这个物联网部分 其实有两个标准 一个是NBROT 的EMTC 那它的区别呢 只是说它的最小带官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块呢 其实我们其实在实验室 我们有一套基于NBROT的这个产品 当然两极价NBROT的这个产品 这块 那么我这里特别要说一下 因为刚才说到5G链 它我们的产品 它除了这个硬件 以及软件设计能力之外 其实它还有结构设计 嗯 那像这种产品 它工作的环境是很恶励的 为什么呢 就是说 低温环境 甚至是潮湿的环境 所以说 在设计这块产品的时候 我们有很多的这个 那我这里秀了一个图 其实什么 就是说 第一你要考虑温度能够被检测到 所以说空气能进去 第二 你又不能被水汽能够浸 是 否则的话 你的板子很容易损坏 你的寿命就不长 毕竟是元气性的设备嘛 对对对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像这里设计了对流孔 那么同时呢 我们在这里面有些防水的Mesh 防水Mesh 你可以说是 你的气体可以进去 你的液体进不去 进不去 那这款产品我们有非常完整的测试报告 刚刚说的关系统DRAW 微低 小球冲击 慢度冲击 湿度 还有一些延误测试 各方面都过了 你就说这个产品能够真正应用于这些量产 商用了 量产商用了 对对 那么我这里重点要说一下 我们有一款NFT这块有一款产品 它是一个双模的产品 对 这也是去年我们在一个我们奢侈品的用户里面 提出了一个新的需求 对一个新的需求 那么其实它主要是实现什么功能呢 因为这里只要小小的卡片 它有NFC以及iFID 两者结合呢 对 那么NFC其实的目的呢 其实为了用户能够去接触 最终用户消费者 对 拿手机对吧 对 像我们的iPad就可以去手码这个芯片里面的这些ID 然后到保险上去拿对应的信息 现在可能我们需要跟社区再稍微解释一下 因为NFC呢 它是 比较近距离的 它有比较强的运算能力和加密的一些特性 对 对吧 但是呢iFID因为它考虑远距离 它有大量的这个电能呢 会去用到 传输上 距离的传输上面去cover更远的距离 所以在运算方面呢 会相对来就比较弱一点 所以之前我在之前的大公司工作的时候 就遇到过一个问题 就iFID是并不能去推到市面上去的 这也是或者说不能直接把iFID给到消费者的 这也是其实我们当时做 就是我之前在企业里面做项目啊 遇到过的一个难题 然后解决方案就是我不能有芯片给到用户 因为有考虑隐私啊 考虑数据安全的问题 对吧 那所以当时的一种做法呢 就只能是把 在把产品卖给消费者之前 就把这个芯片给拿掉 就把它就移掉 对吧 所以在我们做到 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 其实cover的是 就是我们的企业用户提了两个需求 一个呢 是希望跟消费者有直接的一个交流的过程 互动的过程 对吧 那这个就一定是NFC 因为智能手机去识别NFC 对吧 但另外一方面呢 他们在物流的操作环节 就是logistic的一些operation方面 它又需要大规模的快速的便捷的盘点啊 什么仓库的清理啊 或者入库出库啊 这些过程呢 又需要用这种专业的设备 可以一次性的去操作好多个的 对吧 那所以这两个呢 其实是要 我们就是要想办法把IFID跟NFC去结合的 对 但是呢 同时要满足说 当我把这个货品交给消费者最终的时候 我要能够把IFID的一些特性或者是东西要能够关掉 对 或者把它杀掉 对吧 这种方式 所以这一块呢 其实我们围链提出了四种不同的模式 应对就是我们不同的这个客户需求 对 那我这里简单说一下 那四个不同的Level 那么Level1最低等级呢 就是说 我可以让这个卡片进入 像NFC一样进去短距离模式 也就是说 原来的工作可能是在2米 我进入这个模式可能工作只有10厘米 那这样的话 你必须要通过近距离把它激活 它才能恢复到原来这个 远距离的方式 远距离的方式 这是Level1 那么Level1呢 是一个Head Mode 也就是说 我可以把一些 比如说你无非就是里面的信息嘛 那我可以把某些信息 可以把它给进入一些私有模式 那么你就没有办法去把它读出来 就Private模式 对 但是有一部分公开的信息 你可以去读 这是第二个 那第三个Level1就是Blanking Mode 那所谓Blanking呢 就是你如果不知道密码 如果你不知道保密方式 你是没有办法去找到这个卡片 就你拿去找 你找不到 但是只有我的Reader能够找到 因为我知道密码 你能知道这些算法 算法的问题 对对 那这个情况下呢 这个卡片其实别人也少不到 那么最后一个呢 就是物理都把它Q掉 当然不拿掉 只是通过物理的信息把它Q掉 所以说我们定义了四种不同的方式 能够应对不同的隐私 或者是安全的一些要求 对 尤其是在我们最近欧洲这个GDPR的 对 合规性的问题上 也是这四种博士也是帮助了我们很多 对 其实比较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呢 其实客户都不希望他被这个包包 或拿了东西走进某一个地方 都不能被人找到 对 他也有这么一个IFID在里面 是的 OK 好 那么讲到这个NFCIFID这一块呢 就我不得不说一下就是 怎么来做一个好的一个防伪 因为毕竟比如说因为我们谈的比较多的就是 防伪要溯源 这一块 那么要做真正的防伪呢 我们认为就是要做三件事情 三要素才能实现真正的防伪 那么第一件事情就是 首先比如说像NFC或者IFID 它的目的呢其实只是一个 一个防伪的一个媒介 载体 载体 你其实要防伪的是你的货品 所以第一件事情 你这个载体你不能复制 如果这个能复制 那代表你可以做出很多团案的东西出来了 对 这是第一 那么第二件事情 这个载体其实你要跟我的物品要去绑定 对 这个绑定很重要 不能分离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你要么把它撕掉拿掉以后呢 卡片损坏 要么是你的物品损坏 这样的话代表它不能分离 那么做了这两件事情 其实很重要一件事情 就是传统上是没有的 那我们要把前面说的这件事情 这个NFC或者IFID的ID 以及跟这个ID绑定的所有的事情发生 都能够放在一个公开的地方 不能被创传的地方去做 那这个就是blockchain干的事情 所以我们认为呢 做了这三件事情以后 那么才是说真正的你做到了防伪 所以大家可以看就是 如果说大家说防伪的时候 那我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有这三个要素 方便大家去评判 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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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么在这里后面一步呢 因为其实也看到蛮多这个就是市面上 或者是社区里面有人在回应 就是你这些NFCIFID 到底怎么样实现一些就是加密或者是一些算法 来保证你这个卡片是不能被复制的 或者怎么跟区块链 跟围链的区块链去结合 对对对对对对吧 因为确实是蛮多声音的 那今天我确实要说 因为这个是技术 其实我们在06年16年已经做好了 对是 那么因为其实不能推寸 其实我们想做得更好 那么我这里画了一个图 来大家去解释一下这个整个工作流程 为什么 因为大家讲到说你跟blockchain直接去沟通 或者你的芯片具备一些CPU 或者一些加密算法的时候 我们其实要亲自认识到 它整个工作纪律是怎么样 它里面有哪些东西 帮助它去认知 那我这里其实编了一个序号 其实方便大家去看 这是一个整个工作的过程 那这是非常一个Draft的一个东西 其实这个细节其实更复杂里面 那么再看一下 那第一步其实很重要一点 就像是双马腔 它其实通过一些协议 或者IFID或者NFT的协议去访问这个卡片 从芯片里就获取一些ID 当然这个ID你肯定是要在blockchain注册过 代表这个ID是被注册过的 是的 那这其实是第一步 代表你确实是我需要的 是的 但是你知道这个ID可以被复制的 对 传统的来说 所以我们现在要知道 就是这个卡片怎么不被复制呢 那这里很重要一点 就是说我们会 这个reader 会从blockchain上 会拿一个rent number 随机数 以及一个timestep 它会把这两个东西 会发给IFID 那IFID 签名呢 会根据这个rent number 以及timestep 会使用一些像ICA和ECDSA 做签名 签了以后 把这个签名的数据 通过reader 来返回一个blockchain 那blockchain 会去check一下 你的rent number 以及timestep 是不是我的 同时根据那签名 看一下是不是确实是你 如果这两个做到 OK 那代表你的卡片 里面的project key 是正确的 那么这个呢 是一个简单的整个流程 其实它就是一个 非对称加密算法的教验过程 对对对对 那么其实要实现这个功能 其实我们需要 就是在 那肯定需要MCU了 对 这卡片里面必须要有MCU 那也就是说 我们其实在 回到这些问题上去看一下 这个卡片里面 到底有的一些feature 那第一比如说 它必须要有MCU在里面 而且也有cost cost cost就是cutwise 就是它的一个操作系统 就是它的一个操作系统 对 因为它实现一些加密算法的时候 它没有办法 它必须要去运行 是的 当然cost可以有ITOS 甚至是可以担心者 OK 没有问题 那同时呢 它像ICDSA 那ICDSA 其实我们在16年的时候 已经ready了 那么ECDSA 目前我们在跟一些cost的厂商 已经合作 把ECDSA的这个算法做进去 那么大家知道 就是五亿内的blockchain 使用的是ECDSA的算法 所以原来做ICDSA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并不是 直接讲这些数据 上个blockchain 因为blockchain 没有办法去verify你 就你所知现在在行业里面 有没有厂商已经支持ECDSA 这种算法 这个我看了一下 就是整个行业里面的 一些产品的介绍 确实发现没有 大家比较多的就是 我们想 IFID这个技术里面 就是有 class 1, generation 2, version 1 然后现在有version 2 那version 2的时候呢 其实确实是定义了一些 就是加密的算法 那我就不想看到一下NXP Top 1的厂商 他们其实做的是一些 对称的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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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它也做了一些 很优化的版本 也就是说它并不是说是 做sign的工作 其实我觉得跟这些厂商的 沟通下来呢 大家其实还是关注的一个点 就是应用的地方在哪里 对吧 应用的场景在哪里 甚至来说 从这些企业用户的角度来考虑 我要考虑的是 即使技术上我可以实现 我觉得包括ECDSA 也不是新东西 那技术上都是可以实现的 那问题是值不值得这么去做 对 或者有没有这个量产的需求 让这些厂商去支持这个东西 对吧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也是一个 就跟我们刚刚说的东西一样 不同的技术呢 都在往前发展 对 那我们根据不同的企业用户的需求 去真去应对就ok了 是 那我举个例子 你如果只做chassability的 那其实并没有一些防伪的需求 那ok 那你其实就用传统的这些i5D 是的 也可以 但是你想用i5D去实现一些防伪功能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必须要借助这些CPU 或者是一些技术来做 所以这个也是要看成本控制的问题 对吧 你如果一个10美金的酒 然后你要用2美金的芯片 我觉得这个也不是特别make sense的事情 但是这个酒如果价值较高的话 那可以 那是可以 那同样的对于厂商来说 它也要根据你的需求量 我才考虑是不是有必要去投入 往这方面去开发 是是 那刚才其实说到一点 就是说在一个i5D的卡片当中 它的成本就是我们需要去balance 因为芯片成本占用的普通卡片来说 它在40%以下 大部分是卡片的成本 那比如说你刚刚说是要放在酒上 那你知道液体它是i5D不能用的 是是 那我们需要设计一些更加高规格的防水的一些产品 对 防止液体流动的一些影响 对信号的一些影响 是是 OK 那么这边呢 我们再讲一下 就是说 其实在这一块呢 这个除了这个像i5D那边 我们还要在这个call系统里面能够实现这些协议 特别是ISO7812 那ISO7812就是SIM卡的协议 这些协议在这个 那么这块呢 就是当然了 还有一点就是说 你知道IOS它并没有开放的很多 所以呢 我们其实在这上面 其实要做一些额外的工作 比如说把里面的一些signation remap到某些endef的这些格式上 还能够读出来 对 这样方式 所以说其实工作蛮多的 当然IC这块已经有了 但是我们更希望有些如果是 真的是直接上链 那么其实还要考虑一个利益成本 对 对吧 对